北京时间1月6日 NBA铭记Shams透露 熊路即将裁掉考新斯 以保持阵容的灵活性 对于这则传闻 熊路总经理霍斯特站出来接受了采访 在采访中 他并没有否认这一消息 并称这是球队的战略选择 双方未来有机会还会进行合作 熊路总经理霍斯特表示 没有考新斯的加盟 我们无法度过这一个艰难的赛季 他对我们很好 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他 裁掉考新斯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决定 这让我们空出来了一个阵容的名额 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未来 继续与考新斯进行合作 12月初 熊路队遭遇了严重了伤病影响 球队内线空虚 在这种情况下 熊路通过视讯签下了考新斯 过去17场比赛 考新斯场均奔场16.7分钟 可以得到8.7分5.5篮板1.1助攻 表现不错 而在今天与猛龙的比赛中 考新斯替补出场 打了19分46秒 挖头5中砍下15分10篮板 三抢断一概冒的全面数据 不过 考新斯与熊路签下的是非保障性合同 如果在当地时间1月7日前 熊路没有将考新斯裁掉 那么这份合同将变成保障合同 最终 熊路赶在合同截止日前 选择裁掉了考新斯 客观来讲 考新斯在熊路队打得不错 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内线轮换球员 对于联盟中的很多球队都具有吸引力 比如说东部的篮网 热火 西部的绝金 胡人等球队 再加上现在联盟疫情严重 各队都有球员确证的情况 考虑到种种原因 考新斯想要留在NBA并不算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